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二早上的9点57分 今天一开盘又跌了111点 昨天晚上欧美股市的部分其实表现都平稳 欧洲的部分是小跌一点点 那美国股市的部分道琼跌比较多一些 126点也不多只有0.4% 道琼昨天是先跌了将近200点 然后回到快平盘收盘跌0.4 0.4相当于台北股市跌50点 如果台北股市跌50点的话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也不是很多了 昨天美国股市主要在跌 在跌什么东西 主要在跌是跌银行股跟石油股 石油股跌的比较多一些 银行股大概都跌1%2% 我想银行股主要在跌也是跟升息利率有关系 那石油公司主要在跌是跌 跟沙奥地阿拉伯有关系 因为现在在传说 沙奥地阿拉伯如果再乱下去的话 那不排除有可能会有石油禁运的问题 当然沙奥地阿拉伯说他不会去做这种事啦 可是市场那种谣言传来传去 本来紧张就会来的比较多一些 所以你看像科技股的部分 哪打可费成半导体 反而都是涨的 这个道理讲对于台北股市来说是好的 那为什么台北股市今天又跌了126 112点呢 因为包含你看包含日本南韩也都还跌的不少 而且跌的比我们还多 什么原因呢 因为昨天半夜的时候 昨天晚上的时候 两艘美国的军舰经过台湾海峡 真的是多事之秋啊 现在正好是秋天的末端了 真的多事之秋啊 那两艘军舰经过台湾海峡 后面尾随了多艘大陆的军舰尾随其后 再观察它 当然没有发生冲突啦 问题是这事情也过都过了嘛 你如果说正在通过 那可能会有一点紧张 都已经过去了啊 所以就好像火车已经开过 已经开走了 你再来吹哨子也先慢了些了 可是在市场上面就是这样 当市场信心不够的时候 任何风吹的好动都会影响到市场的一个波动 所以包含香港目前也开低了332点 大陆股市反而是相对比较稳的 那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台北股市也跌了100亿三点 所以把昨天好不容易 Solay跟红棒又吃掉一些 又吃掉一些 很可惜啊 很可惜啊 但以目前来说我个人看法不变 反复的打底棋 反复的打底棋 考验大家的信心 有压回当然是好事啊 加选指数的部分我看法 9800跟9750 加不败啦 所以有压回都是好事 像昨天其实融资也没有增加 那可见了很多人不敢买 你不敢买的人一直给你机会 你如果一直都不敢买的话 那到最后就可惜了 所以趁压回的时候 趁压回的时候 好的标的 缝梯来做减便宜或者动作 但这个重点都在个股 你看今天主要在跌 在跌什么 还是以大型全资股为主 你看台积电就跌了36点 然后台塑化 这些石油股 除了台积电以外 今天石油股的部分 尤其台塑市保 台本国桥 因为传说SM的价格 最近有下跌 那SM的价格下跌 但这个影响到台塑 台本国桥的一个行情 那台塑市保 因为价格也相对在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包含台化 今天相对都来得比较弱 好 个股的部分 市场热门的焦点 但波动也会来得比较快一点 那昨天 大陆股市的沪生2X 外资昨天一天大买了 9万多张 所以昨天这个量是很大的 那这么大的量 外资跑也跑不掉 所以你要接的话 如果压回来 大概13块3 13块钱这附近 我觉得这里接也都还OK 是大陆股市相对 同步的护身2X的部分 好 南亚克的部分 如果压下来的话 大概支撑是在50块钱上下的地方 在这里反复的打底 你要接的话 50块钱以下可以注意 这个机会不多了 如果有来的话 你要好好掌握 那橘子目前跌了1块4 昨天涨了5% 橘子如果再回来55块钱 这个地方 都是很好的机会跌 那橘子 天堂M要改版 这个改版将会吸引到 新的玩家再进来 对业绩会有很正面的一个帮助 好 我们来看一下被动元件的部分 因为越是市场热门的股票 它的波动会来得越大 被动元件国具 其实找盘还不错 当大盘开低那么多的时候 它还开在红盘 甚至于还曾经一度 涨了3块钱 因为市场震乱的时候 一定会影响到投资人的情绪 所以股票杀出来是难免 可是国具目前也是属于在 反复打底的阶段 大概我估计400到380 这20块里面 怕来怕去啦 所以你要借的话380元附近 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支撑 那另外一个矽晶元的部分 今天大力光也跌了110元 跌了3% 这个都是反复打底期 其实你仔细看 都是反复打底期 那矽晶元的部分 昨天环球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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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低 大涨立了一个红棒 那今天有掉下来 掉下来有个人看法 环球晶的支撑在250到245 250到245 这有来都是好机会 有来都是好机会 太阳能力就不用看了啦 因为太阳能力整个业绩已经烂掉 烂到不能再烂 所以太阳能力也不用去看了 那2049的上云 上云有开低下来的话 也不错喔 205以下到200这附近 反复的打底期 200块钱这个不容易来 有205以下就要注意了 这些个股都是今年业绩大爆发的 股价相对在低档区跌很深 在这里打底的 有下来都是很好机会跌 务必要密切的掌握 那这里是囤积基优股最好的时机点 囤积基优股最好的时机点 你在价格低 好公司在价格低的时候 你不买来囤积 那等到行星涨的时候 你就没有股票可以卖了 这最简单的一个基本道理 做行李就是这样 所以这两天在反复打底期的时候 也是给大家一个建立 基优股的一个好机会点 那如果说你在操作上 信息一直建立不起来 或者怕做错 欢迎加入我们行列 好零天天带你囤积基优股 我们副专线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